- 再來 那個什麼 我花點時間講那個神聖電視台 充滿神聖性的電視台 神聖電視台 這部我也看 好 那你要聊嗎 對 好啊 等一下 我來 這部 一開始我沒有特別想看 但是因為 這部有兩個很厲害的演員 那個 傑西卡崔史坦 還有另外一個我們的加菲豬 那個 加菲貓 對 那個 N珠 你要不要先 念一下劇情 神聖電視台 是一部2021年美國傳記劇情片 改編自2000年紀錄片 講出了備受爭議的電視步道者 塔米費耶巴克和吉姆巴克的事蹟 電影由麥克修華特指導 艾比 維維亞 編劇 傑西卡 卻史坦 身兼製片和主演 其他演員包括安德魯加菲 崔利瓊斯 和文森 唐納 唐若佛利歐 Alright 這部片他有入圍那個最佳女主角啊 我記得 對啊 然後 另外一個奧斯卡獎項是 最佳 妝髮 因為 這部的化妝 跟那髮型 哇 這做得厲害 到最後你這去幾乎認不出來 那個角色 是 傑西卡 崔斯坦 在演 他已經 感覺已經脫胎 換骨 變成另外一個人 的感覺 來吧 這部在迪士尼家有上 所以 有迪士尼家的人可以去看 蠻有意思的 而且 我一開始就覺得你應該會講 這個 因為這個 你是教會 我是教育體系 教育體系下長大的 所以 所以你看應該會 比一般人更有感觸 但我看 可能 宗教部分 感受還好 因為 這部對我來講 可能 演員的 表現 會 強過 我對這個 故事本身的喜愛 對啊 那 因為這部 你要 前面有講他 傑西卡 垂斯坦 有入圍 最佳女主角 但是 我要稍微 講一個題外話 有點吐槽一下 那個 那個我們這一次的 奧斯卡 最佳女主角的題名 他有五個 最佳女主角 結果有三個 女主角角色 都是在講真人真事 比如 這部 然後 林可吉曼有一個 成為 林卡多之路 他演那個 演那個 我愛露西的 露西的 女主角 然後 還有另外一個是 突然忘記 是哪一部 反正 就是 有三個 女主角 都是講真人真事的 我都 也想 吐槽說 那你們 那個 奧斯卡 評審 那選 到底是 真的在演戲 還是模仿大賽 現在好像 只要模仿 那個真人真事 模仿像那個真人 好像就 得獎的 機率 就破高 恩 我 奧斯卡一直都這樣子 對啊 對啊 只是我會覺得 好像 演技應該有很多面向吧 不是說 你好像 裝得 好像 像某個人 真實人物 一樣 那就算 演技很厲害 當然 這也是 一種表演功力 可是我會覺得 演技應該有很多面向 只是奧斯卡 顯然比較偏重這邊 那就 稍微吐槽一下 對啊 感覺最後 變成模仿大賽的感覺 對 不過我是個人 還蠻喜歡 這個 傑西卡 崔斯坦 他在裡面的表現 他一開始 的形象 一開始 還是比較像 他本人的時候 他 非常有意思 就是一個 傻白甜的 女生 對 然後在某方面 他真的是 好傻 好天真 可是 他表現出來 又一個 魅力就是 他很傻 可是又純真很可愛 對 他在裡面一開始 他那個角色的話 就是他 非常信奉 上帝 對 然後 可是他家 體的話 因為他媽媽是 離過婚的 然後帶著他 然後再嫁給另外一個老公 然後他有 好像還有 五六個好像兄弟姐妹就是 他媽媽跟 他的 繼父孫的 可是他在家裡的話 好像跟其他人 就有點格格不入 就是因為當時教會 對於那種 離過婚的 好像就 比較保守傳統 那種教會的話 對於離過婚的 好像就是比較 不是那麼友善 所以他 他雖然很想進教會 就是那個女主角 但是好像 就是因為這樣 有點被排斥 就是他媽媽 比較不想 希望他 進教會 教會的人就會聯想 馬上聯想 他媽媽是離過婚的 就是會有點排斥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 傑西卡崔斯坦那個小女生 就是比較年輕的時候 就是那種信奉上帝 那種傻傻的樣子 然後又很可愛 就是一副很天真 很無邪 但是我覺得 我真的很信奉上帝 那個 我覺得是很有說服力 就覺得這個女生 對他會信奉上帝 然後去 後來去從事這種 神職工作 然後宗教的工作 去 團教 我是覺得 這個是有 奇來有之 是很有說服力 那可是他後來後面的話 開始的話 也到後面的話 他整個人就有點 不太一樣 就是 我先講一下 這部片的片名 因為片名的話 其實他是 Ice of 湯蜜菲 其實就是 湯蜜菲的眼睛 其實他 就是這部片 他的很重視他的那個眼部 化妝 所以他眼神 就是 一開始他 前面是天真浪漫 可是他後面的話 他化妝越化越濃 有一種 孰不可耐的感覺 可是他 很神奇喔 他演這角色 孰不可愛 可是又 慫夠爛 他就是 很容易 散發一種正能量 就會讓人家 感動到 對 然後 他有一幕 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在 因為他 有一幕 是他好像就是 中間他跟他 老公 就是他在 他老公 就是 在做節目的時候 他 可能被惹弱 所以他有出軌 跟他的一個 電視 台工作的人 有出軌 然後他後面在唱歌 他看回 之後 有一幕就是 好像大家 好像被他打 的那個 就是 觀眾被他的那個 淚乳以下打動 然後後來 都還紛紛打電話來 就是 因為那個電視節目有那個募款 就電話募款 其實 他竟然還打電話到募款 來 我就覺得 這螢幕真的是 我可以玩玩可以透過 那螢幕啊 充分感到 到那份誠意 體育精神 然後 體育精神 少林足球 靠北 哈哈 但是我覺得 這個角色最 厲害的魅力 就這樣 他 很真誠 可是他又很世俗 你知道嗎 一般 人很難把這兩個 有點極端的東西 融合在同一個角色裡面 可是我覺得 傑西卡 崔斯坦 他 把這個 到最後 這個兩個 融合在一個 角色身上 我覺得做的 很不錯 對然後他最後 為什麼大家會 對這 角色 會喜歡 就是 對 雖然他最後就是有些 金錢上 可能就是 大家覺得他貪腐或者是有些金錢上的問題 可是 基本上大家會 幸福這個角色 對 就是因為他 非常真誠 他又可愛 然後 他有一幕就是 他是比較 自由派的 然後 對於那種 同性子的 是 比較 關心 就是 跟傳統的 我們的教會又不太一樣 對 這個是讓我覺得 他 能夠讓人家感受他魅力的地方 然後為什麼 大家 對 看到他這樣 淚如雨下 然後 就紛紛 打電話 然後 捐 錢給他們 我覺得這個境界已經到了 鬼滅之刃最高境界 錢之呼吸 我也好想要有這種能力 開玩笑 但是呢 他的角色就是 呃 我 到後來我覺得 他在某方面來講 對我來講 不是已經 不在講宗教的東西 他有點在講 家庭關係 就是 對應到 另外一個角色 我要講一下那個 加菲啊 因為 雖然這部片是以 傑西卡 崔斯坦為主 但是我覺得 那個 我們加菲他演的也很不錯 他也有 幫這部片加分 他一開始的角色 也是一個比較 倘厚老實的人 對 然後對那個 女主角 也是疼愛有加 深情狂狂 可是他到後面 因為兩個人 的個性 就是 比較分歧 因為 加菲他希望他是比較傳統教會的那種 講道的方式 可是 傑西卡 垂斯坦 一方面他比較自由派 他對那個 某些 弱勢族群 同志 的話 是比較 同情的 可是 就會 抵觸到 傳統教會的那些 人 所以他們後來就是有點 兩個夫妻 就是有點 絕裂 然後 甚至 後來 一方 先外遇出軌 雖然 加菲有 原諒他 可是後來變成 加菲自己的出軌 那 一開始 他變成一個 一開始 深情好男人 可是他最後 烈化 然後暴露 變成 有點渣男 我覺得那個轉換 是我覺得 他在這部片裡面 很厲害的地方 可是他最後 呃 又 又 就是發生了金錢糾紛之後 最後他又把所有罪責扛下來 然後對那個 女主角懺悔 然後我覺得 這段我也是看了 很有感動 很有感情的 部分 所以我覺得 雖然這部片 可能故事 來講我覺得他劇情有點好 好預測 大概就是評估直序的那種 傳記片 那 就是也沒有太什麼出乎意料 大概你可以知道 這個就是一個 兩個人 彼此相愛 可是最後 因為一些 理念 然後中間一些金錢的 上的關係 有點腐化 之後 然後整個帝國 奔崩離析 兩個人的關係也是 分崩離析 那雖然最後 有試圖修補 彼此的關係 但是最後還是 分道揚標 那我是覺得 是有 蠻可惜的 然後 這部片另外我覺得 就是除了講家庭關係的 分崩離析之外 他也有 一點帶入女權 就是 傑西卡 崔斯蘭的角色 他在 比較 傳統教會的組織下 都是 幾乎都是 男性的圈子裡面 然後有一個 角色 就是那個 福音派 敬信惠 就是什麼 Jerry那個角色 有我們那個 金霸王 那個演員 飾演 他一開始就很排擠他 對不對 就是因為 他是 一個非常傳統的 他是保守派的 然後 從他言行 他非常討厭那個 同性戀 可是 傑西卡 崔斯蘭他是 非常同行同性戀 他其中有一幕就是 訪問一個同性戀 然後得到 艾滋病 可是就因為這樣 觸怒了那個 我們那個 Jerry就是那個 保守派的 教會人士 所以最後 他們 就是有被 衝扛到 就是把 有點陷害 雖然 可能本身的話 傑西卡 崔斯蘭跟加菲 他們 自己金錢上 有點交代不明 可是最後他也是 被人家有點 衝扛 然後最後 就是把他 從原本的電視台 拔掉 然後被趕出去 然後又有點被 陷害到那個感覺 我覺得就是 他也是講那個 女性啊 在一個 男性霸權的團體裡面 有遭到汙衊的故事 對那這是 另外一個方面我有感 那最後 再補充一點就是 這方面也有 帶點那個母女親情啊 就是 傑西卡 崔斯坦 跟他母親 一開始 兩個人 其實有點 若即若離 因為 就是因為我前面講到 因為他母親 的 離婚改嫁的關係 所以變成導致 傑西卡 崔斯坦 那角色 沒辦法 去 小時候沒辦法進教會 那 他跟他母親 有點隔閡 可是 他母親 其實 對他是非常疼愛 而且他會 實時提醒 他 就是 就是 不能說好像用宗教名義 去獲得金錢 可是 傑西卡 就是對他母親 有點隔閡 所以不太 聽她的話 所以 但是最後 證明他母親講的是對的 因為他沒有聽 他母親的話 所以他最後導致他比較 悲慘的下場 然後 最後 有一幕他母親 最後過世 可是 他 他母親 有留下來一個遺物 就是他前面送給他的一個 大姨 那我覺得 在某方面 他其實 藉由那個 那個大姨就象徵說 他跟 他母親的關係 有 最後他選擇原諒放下 最後有修補到這個 這個關係 只是為時已晚 他母親已經過世了 那我覺得 最後的結局 就是有點不勝唏噓 對 主要這部分就是我看這部主要一些大致的感想 但是我覺得這部的劇情的話 我覺得還好 就是 而且在某方面 他好像有點稍微把那個人物洗白了一下 因為 我去查過原始的這個角色 真人真事 其實爭議還蠻大 他這部片 好像 就是把他稍微洗白了一下 就是跟那個之前有一部很像什麼 老娘將的 坦雅 他也是一個真人真事 對 可是他應該是 比較 加害者 人 可是他電影也是稍微把他洗白了 那我會覺得好像 最後 批判的力道稍微弱一點 所以我覺得比較可惜 但我覺得這部還可以看 對 就是一部劇情片來講 雖然 他 劇情相對 好預測 但是我覺得 演員的表演 我是覺得很厲害 很有層次 也蠻喜歡 對 就這樣 來補充一下 來補充一下 我其實 看這部片 一開始看神聖電視台 我就 挺有興趣 你知道 因為他 他講那個神聖電視台 我想到的是我小時候有一個節目叫七百俱樂部 七百俱樂部 對 那個在後來發電影裡面也有提到這個七百俱樂部 就是 美國那邊的這個電視啊 產業開始興盛的時候 那當然那個 你知道美國事實上是有非常多基督教 那這個基督教徒就開始就會開始思考說我們是不是可以利用媒體的力量 來傳教啊 對所以就開始擁有那種宗教電視宗教節目 這個其實 你如果注意到在台灣也不少啊 也有 我們會有那個什麼 那個 會有會有那個講道的嗎 像我們那個 就也會有法師啊 在那邊 我們還有 GOOD TV 還有傳神頻道啊 這樣子 OK 那其實 我之前後來在 我會念那個學校啊 我會念學校的那個大傳 我的大學又是念基督書院的 大眾傳播 主修 我當時那個學校很明顯就是 他們想要訓練那個教會的 沒傳播媒體人才 那我當時就是因為你知道我小時候不學好 我覺得我記得我已經講多次了 小時候不學好 爸爸媽媽把我送到深山裡面去念書 可是我後來就又很喜歡媒體的東西 然後就就很想要去找 相關的那個科系來讀然後可是已經 脫離了台灣的這個 教育體系的新已經那個什麼你的學歷基本上在考試已經考不上了 早已經沒辦法連考了 所以我就只好就選擇那個教會體系的傳播傳播系 因為那個 教會的 就會接納教會的那個什麼 教會的大學會接納教會的中學 對 好來好 那 所以我就去看 可是看了以後就是覺得哇 前面有幾幕其實真的很有 很有那個什麼技術感 就是 以前念書就在那樣子的環境底下 差不多差不多那種感覺 好 可是他前面有一段在講這個女主角的故事 對這個女主角的前面的故事我覺得 描述已經大概把後面他要發生的事情講得差不多 對他一開始所講的事情是什麼呢 他 一直很嚮往能夠 他每次因為他媽媽在那邊談那個什麼 談琴啊 每每個禮拜在做做禮拜的時候 然後這個小女生可愛的小女孩一直很希望能夠進去裡面 但是他媽媽不准他進去裡面 然後結果接下來晚上吃飯的時候哇 我覺得那個女生講話也是很犀利你知道 為什麼你不讓我進去 是因為 我是因為你是個婊子嗎 你知道 我記得他是講這樣子的話 然後那個媽媽就有點好像有點被冒犯到可是 媽媽這個時候 很冷靜的講說 這個叫這個我們剛剛 搬來這地方然後我是 改嫁了 那 我進去我他們只是因為我會彈琴而 需要我 如果你進去以後他們就會 發現 我是我是一個那個在在去就是在家的一個人 這樣子所以為了要讓我們可以留在這個這個地方 你 你 沒有辦法進去裡面 然後可是我覺得覺得他的媽媽只手講這一番台詞已經 開始 彰顯了 教會體系他底下有一些 不好的事情 你從以前我其實都一直覺得說其實 所謂的神愛世人這件事情沒有什麼問題的 教教義本身沒有問題 有問題通常都是教重 這個 所謂的 可以影射一個 像關鍵報告裡面不是那個時候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嗎 體制是完美的有問題的 有沒有 我還記得他們講的 系統永遠不會出錯 系統 永遠是 對一樣類似的情況 教會本身不是 出問題的 出問題的是 信教會的這些人 然後這些教眾們可能會排擠一些人 然後他們可能會有一些意識形態 甚至連牧師 他們本身也有 帶有意識形態 那這可能本來就不是 本來就不是教會本身那個教義本來真正的意思 但是下面的人會用自己的 情感去解釋那些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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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那些規則 然後互相把他拿把這些規則來當武器互相攻擊彼此 整部神聖電視台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對 然後可是這個女孩我覺得這一部這也是這部片有趣的地方 這個女孩子發現了 一個方式 可以讓他被接納 所以他進去以後有沒有他遇到那個牧師不是說你想要你準備好 然後他說 我我準備好 結果他吃下去以後他就聖靈充滿然後尿褲子然後在地上抽搐這樣子 那 知道 這個如果是之前那個馬可都來講會講 這就是 啊 事實上那個 他們 他們那個教會叫做 他們那個叫 叫 那個那個 宗派叫 靈恩派 靈恩派就是我之前講的你在那個什麼 祷告的時候會會會會聖靈充滿會發抖啊然後會在那邊大聲講大聲叫嚷啊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平常本身旁邊的人看都覺得很恐怖 但是對他們來說這個是他們 愛上帝的表現 然後 然後可是呢當他 抽搐發抖然後聖靈充滿的時候呢 牧師就說 啊 請不要阻止他的媽媽很緊張想要把他帶走 然後牧師說請不要阻止他 這是上帝眷顧的孩子啊然後大家就很高興啊 我其實覺得從我的觀點來看是這個女生找到一個方法從入教會 然後 他只要盡力展現自己有多愛上帝就好了 那我本身的缺陷就不會被你們發現 我本身的問題 你們也能夠 你們都會忘記 因為我愛著上帝 甚至我甚至有點覺得說 這部片我覺得覺得他潛在是在否刺說 這個女的到底有沒有 真的聖靈充滿都不是重點 他甚至有可能是撞出來的也沒關係 因為他找到了一個方法融入我這個環境裡面這個本身就帶有很多很大偏見的 的團體 很迷信的一個團體 你只要 去演出他們想要的那個樣貌 他們就會愛你 就是我眼中看到的東西 你知道嗎 好 這故事 一跳跳到後面 他本他後來就信了進了那個教會學校那個他進教會學校那個真的就是我 我以前在那個什麼念中學的時候的那種環境 一群人都穿著整整齊齊然後那個時候大家可能在鬼道那邊走啊然後 然後那個時候那個地方是不能夠 談戀愛 那我還記得以前我們那個什麼 只不過是宿舍那個時候男生來找女孩那個時候同學男生來找女生拿作業然後接下來那個射箭就把我們推開 他說男生跟女生之間 要有距離 中間必須要有聖靈在裡頭 這是這是親的我是親的聽到這句話 然後我們都聽的時候都覺得有點 我提笑皆非但是他們很相信這件事情 但是呢這當然也是 掰了位 這東西是擋不住青少年的那個什麼彼此的荷爾蒙的 然後他們擋得越用力大家優惠的越嚴重 我以前念的那個高中 因為這個學校的那個體系是非常封閉的 就是大家以他都也是 那個 學生們也很少能夠 到外面去 放放放學是沒辦法出去的 然後放假更是 兩個禮拜才能夠出去一次 第一個禮拜男生放假 第二個禮拜女生放假 所以呢 大家怎麼找樂子呢 大家都彼此在 這個校園裡面找樂子所以這裡面談戀愛的情況是非常兴盛的 而且呢 因為學校裡面的人也不多所以今天這個女生跟那個男生談戀愛 明天他們分手就換另外一批然後這樣子交錯 這樣子 男女關係亂得很 你知道 我每次 後來想起都覺得很好笑 你越是封閉 然後你們人物關係就一直在這裡面錯綜複雜 然後外面人看那些關係爭斷 但他們就只能夠這樣子而已啊 不過呢 身為宅男的我 你知道 在那裡面完全是出於你的不然啊 完全沒有跟任何人交往過 好吧好可悲啊 天啊 那個時候也曾經有想要去那個什麼追我女生但是一樣啊那個時候我們 宅男就是沒有那個 這一點我倒是覺得如果有 高中生男生國中生男在聽的話 哎 不要學我們 基本上你只要不要臉就好 你知道嗎 不要臉 那個 你的成功機率就很高我們就太愛面子 太要臉太害羞了所以 這種東西都沒有辦法完成 就害怕自己失敗 你害怕自己失敗你永遠都不會成功啊 這個是過來人 但是在這個在神聖電視台裡面的情況呢他們還有一個就是他們會練習講道 所以你如果在這邊遇到男主角 遇到男主角就是他發現他在那邊 很用力的不斷的那個手很宣揚的對方然後哈利路亞這樣子 好的時候呢這個女生完全被他打動兩個人一拍即合 但是很明顯在那個教會學校裡面他們兩個是非常藝術的 是非常奇怪 因為他們太過熱情洋溢 在那個學校裡面 所有人都是非常包手派 我以前唸書的地方也是那種情況 就是禱告你要安安靜靜的禱告 不要 不要太張揚 你跟上帝的關係是你們彼此之間的事情 不要到處跟人家講說你愛上帝 但是這部片很明顯這女生跟男生就是 要一直不斷跟人家說我有多愛上帝 那女孩子我覺得他的個性的前面其實已經講清楚為什麼他會有這樣子的行為跟他的個性 因為他 從小的經驗告訴他 我只要一直不斷跟人家說我多愛上帝 他們就會愛我 我如果沒有 我如果沒有這樣做我私密的那個什麼 表示我自己愛上帝就可能沒有人會喜歡我 然後我覺得這是他的潛意識他自己可能都沒有發現但他這麼做 事實上有一點點是在爭取大家愛他 那可是這兩個人所謂的那個早跟剛剛不然講就是兩個人好像天真彌漫的 但是其實這有一點點那個什麼 我在看那個東西是其實是覺得有點好笑因為他們這個概念就是 就是 我只要我愛上帝沒有什麼不可以知道啊上帝愛所有的人所以我做的事情那個早都是對的 那這個概念叫做什麼你知道啊 在台灣最有名的案例就是我只要是愛台灣我做的事情都是對的 大概是這種感覺 你只要你要拿一個冠冕堂皇理由說因為怎樣怎樣所以我做的事情都是對的 對但是這部片我覺得有好看的地方就是 這一對男女事實上有他們的可愛之處也有他們的可恨之處 有可悲之處 這就是這就是這個傳記片好看的地方我們過去在看傳記片的時候是因為這個角色非常的多樣化 不是非常純然的善良也不是非常純然的邪惡 這個人有他軟弱的那一面也有他善良的那一刻 所以這部片通常在看傳記片的時候你會 無法 會會有一點點沒辦法去 搞清楚說這個呢所以電影到底是要告訴我這個人是好還是壞 因為他告訴我他壞的部分但是有的時候我也蠻同情他了 有的時候你會看到這樣子的面向 但是我得跟所有的人講 你如果在看傳記片的時候你就是不應該有 抱有這樣子的想法 這個人就是那個角色就是有他的各種面向你要去看他的各種面向 對讓這個女孩子 我一直忘記他的名字 他本名叫什麼 什麼什麼 等一下我們那個 你說女主角女主角 湯米肺 他事實上在一開始他甚至讓畫面 讓觀眾會很討厭這個女人 因為他在一開始其實現在已經報的新聞就告訴你說他們好像有戀才 然後接下來就還有他去上節目的時候發現他這個人講簡直像個怪胎一樣 他 他的嘴唇 還有他的那個眉毛你知道嗎是用文上去是用文文的方法所以 就變成那個幫他上裝的人只能夠幫他化濃妝因為他必須要蓋掉那條線 然後可是當把裝卸下來說這個人看起來很恐怖 但是從那一幕就告訴你說他自己相信他自己本身的一個美感 然後而且他非常的堅持 然後從那個年代到現在就是 一一成不變然後就一直很相信自己的事 自己的價值觀 好他等於甚至是偽裝自己偽裝到自己都相信是那個長期才是整理 然後 裡面有幾個部分就是比如說他們後來開始 準備要去那個什麼 發現成功模式事實上從外面的人眼光來看這兩個人這一對 男女事實上很奇怪 他們神學院都沒有念完 然後我就出去傳道 因為他們兩個人 不存異性戀交往然後就被開除了然後裡面有一幕還蠻可愛的他們兩個人在那邊 喔我們不能夠在一起啊 然後兩個人在那邊一直互 這樣子 你知道安德魯加貝也是蠻可愛的那個樣子然後 我覺得那個女生在那邊男女在那邊互摸喔在那邊不能夠忍受自己的慾望的時候然後又要跟自己解釋說這是那個時候我們可是我們是愛上帝 所以我們這是純奈我們這是好那個時候我們是 那個時候我們這是真誠的關係之類的 上帝會愛我們的這樣子 講什麼東西到最後上帝可是我們是那麼愛上帝我們要祷告我們跟上帝講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他會他會原諒我們 OK 然後也到後面呢 他們發現了成功模式 就是要自己開節目然後自己開電視台 而且可是從這邊你又可以開始發現說有一些他們在道德上面有一些爭議 因為女孩子很敗禁他們做什麼他到最後其實是那種簡直是全身穿穿戴各種珠寶啊然後穿的那種非常的那個 該怎麼講的就是弄他 很明貴 穿到那個他好像都覺得自己一定要 一定要穿到非常的那個什麼華麗 當旁邊的人質疑他說上帝不會喜歡那個 這樣子 然後他說跟上帝展現美麗的人面又有什麼不對呢這我是愛上帝上帝會許可我們做這種事情 他會有一個自己解釋的方式 那之前錢從哪裡來勒 募款得到 他們會講到然後要大家那個打電話到然後那個什麼捐獻 所以按照這招你知道以現在的觀點然後就是求斗內 我講的很那麼好然後那個 如果你愛我們的話請斗內吧然後就會直接打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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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後來甚至就是任何生活上面的大小事情都會講 那甚至裡面有一段是那個什麼 剛剛不然講那個什麼 女主角 他 精神上這邊出軌的不倫 然後男生就要跟他講說 我沒辦法原諒你 但是我還是愛你的如果你要這麼做的話你必須要跟大眾懺悔 哇然後這個女生在節目裡面懺悔哭著那邊講說 我那個時候精神上面不解就哇他們 還用這個方法 趕快就是所有人就斗內他然後就打電話募款 他們就賺了一碗 甚至他結那個時候生小孩生小孩那個那個牧師啊他的先生也是 拿這個我們家有孩子然後他募款這樣子 然後這些錢都要幹什麼 蓋他們家房子 然後甚至還要叫教會的主題樂園 裡面不是還有幕很好笑請一個那個很有名的 桑德斯上校來上當節目 就是那個肯德基上校 對 對 也很好笑 但是我覺得那一段其實是有趣他那一段事實上有點試圖要告訴 關 他想要經營的那個電視台事實上要告訴大家說 教會 其實也可以非常的娛樂 他開始做一些脫口秀啊然後或者是一些連烹飪節目都有啊 對所以他事實上在這裡面在這個就電視台面是如魚得水因為他基本上是一個非常 適合當娛樂主持人的一個人 只是他活在教會的體系裡面他好像變成凡事要以教會 唯一那個什麼唯一名來做這件事情 可是他們他先生又又用了一種很扭曲的方式 就是這個叫就是我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為了教會 所以我穿的漂亮然後我們過的生活過的那麼好我們吃的好穿的好都是為了教會 所以為了要讓我們這個生活過這麼好請你們募款 然後請你們募捐了 好今晚斗內我們請你們那個什麼 他正是不講投資喔 裡面有好幾段就是他想要蓋那個房子然後那個投資人 在那邊想說我沒有辦法冒這個險但是他他們的講說這不是冒險 這是信仰 也就是他要求對方不求回報的付出 然後所以這到最後其實變得很 很誇張但是呢 我覺得裡面這部片裡面到最後有一個超風 的事情 因為他們做這件事情在當代被任被默許 那為什麼被默許 他們支持雷根 雷根需要他們的支持 那可是為什麼後面會 他們會 這部片裡面到最後其實有點在暗示 為什麼他們會從那個什麼高點跌落下來了 最主要的原因並不是他們在 這件事情上面募款這件事情上面的爭議點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女生 他的價值觀跟那個保守派的那個牧師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保守派的牧師因為那個女生打從一開始這個女的一開始 他就 覺得他就以女權為主 他在 男他先生帶他們去參加那個教會活動的時候那些男生事實上非常保守那些牧師很保守 吃飯是這群男人在一塊吃飯然後太太去另外一個地方 聊你們的那個什麼 家庭小事然後男人就是要聊那個什麼生意 他們 以他們的那個觀點 是教會真正的那個什麼嚴肅的事情 女人的 你們就不要聊之前你們的你們去另外一邊這樣可是 女主角就是硬要 插入 他覺得他也應該要那個時候加入這個對話所以在那個時候事實上就已經惹到人 但是到最後其實那個時候其實在進入電視台以後他所做的很多事情 也都是 以所謂的那種女權 或者是他同同情同志 但是呢 裡面裡面有一段就是在講說他的先生 在跟這個牧師這個保守派的權威人士 在那邊那個什麼 對話的時候 然後保守派的權威人事實上就是已經 他已經開始把那個什麼他的先生拉攏過來要 他他去支持某個某個政治人物 因為這樣 因為就因為但是很明顯他要是他要他去 支持的這個總統候選人是一個 教會體系出身然後保守派的人 所以 這 從這一點然後跟女主角他的那個什麼 的價值觀是抵觸的 所以他等於有點公開對 他一旦公開對讓他 他就失去了政治保護神 失去的政治保護神 所有針對他的指控全部都出現 他之前過去 有爭議但是 政府容許的事情 免稅啊什麼東西突然間都沒有 然後接下來開始質疑說他是炸財 然後開始質疑他是炸財 那個時候開始不斷落井下石 然後這個 他們的那個時候生活就這樣崩潰 但是呢 這部片到最後 我覺得他的那個最後的那個尾巴 他是給這個女孩子 一個那種 因為他 一講就講 在這件事情 他們跌落神壇之後 還故事還繼續講 講他都過了20年以後的事情 已經他已經 窮了 然後到處去跟那個什麼一樣跟外面的那個什麼電視台 去 推廣他的節目但是呢 都沒辦法都都沒辦法被那個時候被認可沒辦法這個這個企劃都不被採用了 然後他已經脫離教會很久了為什麼因為過去的教會對他還說是傷心事啊 所以 一直都不想要回去教會 然後直到有一天那個時候他以前的教會電視台的那個員工啊 來邀請他去 去唱歌 前面很緊張可是當他一唱的時候當 他唱的時候然後那個畫面是用穿插的方法 他一個人在台上獨唱 可是在他腦海裡面他後面所有一群合唱團在唱 你知道啊 他的內心深處是覺得自己又回來了又回到了那個 上帝眷顧的 大家都喜愛的他 然後現實生活不是 但那不重要他覺得他自己是就好 這就是所謂的神聖電視台那個主要觀點當你自己相信你自己的時候你什麼事都能做 其實這部片蠻好看的而且傑斯卡確實坦事實上把 這個很有爭議的人啊 的生平跟他的價值觀 詮釋的很有趣 他相信自己相信的事情那他有他 他有 他有他心值得令人欣賞的那一面但是在某一個方面你會覺得說 他有點他有點太過失快 但是 這就是這種專機片有趣的地方他就是讓你看到這個人的那個什麼多個面向 然後你可以看完這以後 然後去思考現實生活 你身邊是不是有類似的人 好吧 好吧OK這個 大家可以去看迪士尼家裡面有那個神聖電視台可以看 獎記應該快到了吧那個奧斯卡是不是會不會要頒獎 三月底啊 那我還有一個月啊然後那個什麼因為最近那個什麼 去看那個PTT 電影版的電影版有一個 地方蠻有趣的他有一個字體的那個 就是 入圍的奧斯卡的那個時候那些片去哪裡看 還蠻蠻酷的 我看一下喔 教為大家看一看 置底 奧斯卡金像獎入圍統計與觀看管道 遠三季我記得是內部在一起的 對 能 全三季在內地 可以看到 然後還有什麼 看一下有些片那個 台灣還沒上 沙丘 H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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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加 Friday 賣 貝爾法斯特 這個是UIP代理 3月11號會放 西城故事還在上映中 王哲 我覺得他應該很快就會上串流 以他票 像那個 還特 不是 王哲理查 HBO 在車上 這個目前 2月11號已經上了 東號代理發行 千萬別抬頭 Netflix 夜路 應該還沒下檔 這部也很好看 甘草披薩 這部 UIP代理不知道什麼都會上 然後 月動 新旋律 Apple TV 這個我還沒看 然後還有成為李卡多之路 三項 Amazon Premium 你看 這年頭真的很多都串流 看得到了 好 所以 Netflix 算 提名很多啊 其實 王犬 12項 我覺得以前 以前跟以前比較不一樣 以前你只能夠看台灣有沒有代理片上要上 但是現在基本上 Netflix 都可以 有一大半Netflix 可以看得到 馬克白 Apple TV 加 失去的女兒 Netflix 然後還有什麼 飄浪人生 3月25 這個3月25 台灣才會上 魔法滿屋 迪士尼家 生死交戰 我這個 這個是視覺效果 哈米可以觀看 倒數時刻 Netflix 看我好多 身上電視台 迪士尼家 平行母親 傳引互動帶 世界上最爛的人 現在正在看 現在在上映中 好微影響 時尚惡女酷伊拉迪士尼家 白米 迪迪歐 褲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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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褲 艾迪莫飛那一部吧 對 還有酷起豪門羅莎案 他只有這他只有入圍 入圍那個裝法 脫稿玩家 這個自家視覺效 上氣與實環傳奇 這個都是視覺效果 無家的最佳國際電影入圍 這個人就比較難 那個什麼 五部片裡面只有上帝之手 可以看 然後 在車上 丹麥還有一個漂亮人生 不單是教室 世界上最爛 其實五部裡面有四部都是 有三部都是在那個電影院 最佳長片入圍 動畫長片 這個應該最容易找到因為迪士尼家是那個動畫大宗 米家大戰機器人 蠻多的 飄浪人生 靈魂月之下 這提示你家 哇那真的其實你可以從這邊就大概可以找看一大半 大家可以跟著一起看那個 看一下那個這次的那個最佳入圍 好來 OK 這個是神聖辯士台 暫時 暫時 一群善良的暫時 暫時 正義在你 讓誰中洶湧 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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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湃